全台第一本以农夫猛男为主题的2023年例出炉了 发起人是云林农村媳妇吴佩儒 透过网络争选挑出了6名 年龄在26到32岁的青农拍摄年龄 肌肉线条完全不输给介美选手 首播预购在两天就完手 站在高丽菜田秀出皆实B棒六块鸡 对镜头露出帅气笑容 看着不禁令人以母笑 学生model不是专业的健美选手 而是驾杠的在地农夫 平常有在爬山 游泳 冲浪 像我采收起玩的时候 我都是去稍微健身一下 她是28岁的潘逸哲 翻箱务农已经6年 栽种小黄瓜和高丽菜 身材怎么维持的 潘逸哲说下班后的兴趣就是健身 真的可以啊 不好的香花 在model身上帮忙抹油 害羞的平民笑场 她是年龄发起人 云林媳妇吴佩儒 9年前从台中造云林 以自己擅长的文创设计专业 开设粉砖 这回为了拍摄年龄 偷网路征选 调除6名青龙担任主造 各帅气脸庞 集游线条完全不输 消防某男 重点是都单身 首颇预购两天就完售 农业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 这么刻板印象说 做完农业回去只会抱怨 其实他们都还是有 自己喜欢的事情 想着明天有希望的事跟目标 希望可以发起一个 也像是一个运动 让更多的青龙知道说 我们有在做不一样的变化 青龙猛男太吸睛 让网友直呼 地方妈妈要暴动了 小农也太帅 还有人喊话抢当农妇 想问他们单身吗 云林猛农年龄 由小鲜肉加持 成功引发话题 也让发起人决定加码 开放第二波预购 谢国珍与林猛倒